在你正常开车时 前方突然穿出一只小动物 你是选择直觉踏踏去呢 还是选择紧急打方向来躲避 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 犯了嘀咕或者犹豫不绝时 那么都建议你继续往下看 在关键时刻能保你一力 尤其是在高速开车 车速度是比较快的 一旦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 如果操作不当 那后果谁都不敢想 那么今天深度给大家分享 两个在高速开车时的 避险技巧 提前懂得关键时刻有大用 首先第一 高速开车 不管前方突然有炸物 还是出现这些小动物 当你需要踩急刹车时 都经意习惯看一眼 车内的这个后视镜很关键 尤其是喜欢开快车的朋友 总喜欢到了限速排断的跟前 才踩急刹车 万一后方有车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追尾 所以不管是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当你需要踩急刹车前 总经意习惯性来看一眼 策略的后视镜 看看后方有没有车 养成这个习惯 形成本能 就能为你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第二 在高速开车正常行驶时 前方突然传出一只小动物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行车记录 你记录的一个方面 前方一排五字羊 你排列到的姿势 横走往前走 此时视频车的车数 大概在110亿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想问一下屏幕前的你们 你们是选择直接 还是选择紧急打方向来躲避 我想可能90%的朋友 他都容易做错 对于有的新手朋友来说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 可能整个人都是懵的 根本不知道应急处理的一个办法 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 让你去想一想 记住了 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随意的打方向来躲避 因为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了 你比如你的后方有没有车辆 你的左右车道有没有车辆等等 更重要的是 在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下 你这个方向盘稍微动一点点 车辆的摆动都是非常的大的 一旦把握不好 我们这个车辆是不是很容易 撤滑或者是有撤翻的可能 所以在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下 最正确也是安全系数 比较高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紧握方向盘 你点上的方式 尽量的降低车速 选择与小动物相撞 因为相比小动物而言 咱们车上的人员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把我们的目光放远一点 不单要看清前方道路 车辆的一个动态 同时还要注意前方 路况对我们司机驾驶员 各种有利的信息 尽量做到眼观六路 而听八方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 在这种节假日期间 车多人多的情况下 咱们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好咱们的情绪 不要开斗鸡车 不要路 不要急 更不要炒速 也不要疲劳驾驶 平安到家才是关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